去年底剛和邱澤宣布閃婚的徐瑋寧 15號出席品牌活動 難得現身當然被問到滿滿的老公話題 這個的話就是看疫情 因為畢竟現在疫情蠻嚴重 有的話會跟大家說 其實因為都在工作中 好好綁日常生活也是一種甜蜜 對 我在家會一直重溫當男人戀愛學 這個問題也太可愛了吧 妳是說 妳在下巴上看嗎 還就是 都 謝謝 天啊好難回答 這樣子對邱太太還自稱的話還是嗎 有被罩叫的嗎 就你們 那妳下半年不用拍戲 不就很適合來懷孕生小孩 我還有這些工作在身上 也不是說說能就就行的呀 其實好像 就 都 都 一切都入場 就是 都在工作嘛 就是銜接的就是我開完就換他 對應該不會十天沒見面了吧 差不多差不多 差不多 會不會一人睡一間房吧 哈哈哈哈 小燕開錯衣服會趕快關起來的 也不 也不至於 感覺很不熟 我們兩個本來就是比較低調的人 就是也不會去多說一些 就是 或者是真的很分享我們的 因為我們覺得這個還是回歸到我們自己身上 是靜靜的享受 那種歲月靜好的感覺 對 我覺得我們都 很多方面都蠻相想的 打開衣櫃以為去到自己的衣櫃 是家務不要是沒在 很好 很好 也沒有說都落在誰身上 互相配合 看大家今天的工作狀態 比較會站在對方的立場幫對方想 幫對方想 對 也是好先生 哈哈